一本二本三本的区别 现在很多人都将一二三本作为分辨学校优劣的标准 你真正了解一本二本三本的区别吗 一本二本三本学生就好像一类火车上的乘客 一本为卧铺 二本为硬座 三本为站票 等到火车一到站所有的人都必须下车找工作 二本大学与一本大学相比 都为省属大学或者非211工程大学 是高考中第二批录取的大学 在师资力量硬件设施等方面 两者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不过能考上一本大学的学生毕竟是少数 大多数学生的分数线只能考上二本院校 三本叫独立学院 独立学院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其种方式 伙伴院校结合企业资本联合举办 民办大学挂改制和国办大学独立兴建 这三种方式